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富青大埔的古早味小吃點 但你蚵仔沒了 就關門路 只應得到中途 一種蚵仔麟 是按照做到蚵仔特粒分明 在煮的家庭當中 有什麼鐵書手法 雅梯經營的老理好小吃點 全年無休 一種蚵仔麵 八款米色的咖哩 變成大碗麻糬 麵均勻的 運到味著三茶酒 大嘴 麻糬 歡迎收看本期蚵仔麵湯 蜂蜜蚵仔麵 最近去找牠 跟平常的小吃 做出沒有平常味噬的 蚵仔麵 蚵仔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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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滿南通天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嘗試收看今天的滿南通節目 我是陳生 大家非常歡迎大家在滿南通訪美 滿南通訪美的節目 紀念了 今天要繼續帶大家來吃好料 今天早安是來到東網 偷偷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又再來東網 因為我們的邊緣是東網人 而且要帶大家去吃好料 他不只是烈索地圓沉河 而且他的味道比較少 那天一次帶大家去東網的一些行業 裡面找好料 那今天又要帶大家 帶大家來東網吃什麼好料呢 趕快出發了 在下面東網西郊路 這間只開到中島的小吃店 十月少東網人一日三餐的開始 小店營業已經七年比較多 時間是很長 但已經起飲了一回中式的客戶 吃了就打包大氣 這間的招牌美食 蚵仔粒 這道美食最初出名 是因為老闆對蚵仔要求很快 蚵仔一定就是當你了 又是小店的酒頭蚵 因為老闆的外言 小店的海水夠激減 除了蚵仔夠熱甜 老闆你這段是已經在炊蚵仔還是嗎 對 煮一個在炊蚵仔 聽到那個青鹽那種蚵仔的味 其實是不會炒車 因為這種是一種大海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炊幾次 炊兩邊 就炊兩邊 對 你之前有炊過嗎 有之前一把蚵仔有炊一邊 那已經炊一邊了 炊一邊了 炊一邊的海水 為什麼會炊 그렇죠 一炊海水 一炊海水 需要炊才會炊 白 possibility 炊族要炊什麼 去外面有一產連夜 對 淋涼的感覺 因為它很火炊 我炊了這麼 allez 再炊才不會炊 空這 tracks 確實實還會炊 但是這個 桌子上要有一種油 你...你今天有放到鵝鴨子 競出來的 有啊 在那裡 待會兒在那裡 你是摸出來的還是怎樣 對啊 摸摸的 還有那種鵝鴨子 有鵝鴨子就有 你太厲害了 這個還是工夫 你如果是叫我怎麼有競 我真不知道怎麼有競 手腳嘛 就是你怎麼繞 怎麼摸 你看這裡就是鵝鴨子 有鵝鴨子的地方 有看誰叫我 把鵝鴨子洗乾淨 只是第一步而已 鵝鴨洗乾淨 最洗乾淨後 倒入鵝鴨子的大麵盆裡面 可以輕輕去叫 讓每一隻鵝鴨子的鵝鴨子 鵝鴨子 刷下去是這間鵝鴨子的一個部層 鵝鴨子的鵝鴨子 放在台上 鵝鴨子的鵝鴨子 如果有辦法把鵝鴨子的鵝鴨子 還有辦法把鵝鴨子的鵝鴨子奔開 才能鴨子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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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鵝鴨子 把鵝鴨子連在鍋子裡面 這個鵝鴨子就能放出來 最後還把鵝鴨子游進去 一碗漫南古代味的鵝鴨子就最好了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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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蒼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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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碎粒鵝 因為碎粒鵝 它比較油、比較香 看起來吃 它這種更累的東西 你若是拿比較久 它就會化水 它就沒有說 黏黏的那種口感 燒烤烤的鵝人 湯更濃、更濃、更香、更甜 鵝鵝鮮明爆磨 你嘴更香、更油、更甜 老闆說他們 老一輩三大人都是做鵝鵝鵝的 這次已經有八十多年 做鵝鵝鵝鵝的六四路 從鵝鵝鵝變成這次的小店 除了鵝鵝鵝 店裡面其他的古早味小吃 也很大去吃 吃一吃肉當 要不要來鵝鵝看看 我們現在先吃看看 吃肉當 吃肉當 其實在我印象當中 應該是 每一年 我們這個 鵝鵝年的時候 都會驚嚐 在圍爐的飯桌上面吃到 我剛才來介紹的時候 大家應該看到我的表情 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 我可能幾年的時候 會在北京裡面吃到的東西 而已 我以前沒有覺得他煮好吃 說笑的主持人 但是這個比較是很好吃 因為它的味道 有塞在這個肉裡面 吃下去剛開始你會覺得 什麼時候吃的果凍呢 因為這個是鹹的果凍 然後裡面的肉 還很冷 證明說其實它在整體的處理的時候 已經是很好吃 肉當 蒸營透鐵 又甜又Q 老闆說 肉他們的是豬魚 因為這個薄餅的肉 有軟滑 冷中大桌 越薄越香 老闆 謝謝 再來一下 試試看 這是土董 還是萬人人很喜歡吃的東西 土董其實是很恐怖的 來 大家看 很不簡單 可以看到嗎 特勞多讚 這些很費工的事情 而且所以這個鋼肉是很辛苦的 這個會敗就賣鵝了 鞭導 豬翔今天有點放飛了 但是我太愛吃這個 聯合什麼肥腸 這些特長 什麼大鞭匙 我都很愛吃 好了 加下去喔 那個口感 太好了 它不會說很硬 你加不上人 特長一定就是主要這樣大好 大家看看喔 就是說 外面是Q的不是軟了 但是你吃在嘴 你會覺得它很軟 真好吃 真好夾 這樣才是成功的特長 你嘴是冷的 它真好夾 如果你會覺得一盞一盞 那個味噌 就是你的嘴 補貴的那個感覺 真的 萬南跟你有這麼好夾的東西 太幸好了 特長是萬南一帶 處理修正的特殊手法 比面修正 主上故最高的問題 又大大增加修正的口感 一天到一天的修正 住在家裡 加膜藥的鬆塊 才是這個材料落書 然後剛才看到阿姨在母親戚 你們這間是負責店 對嗎 對 有什麼本工嗎 阿姨負責店 我有負責 所以主要是主要是在家 對吧 你有這個小雞嗎 我來主 阿姨負責收費 我有負責店 店名是你的名字 還是他的名字 一個人就是他 很浪漫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剛才的康懸化身的時候 我們這個貶座跟康懸說 覺得康懸很幸福 因為阿姨做事是很厲害 然後跟你的交流當中 再看得出來你們兩個是感情很好 很熱耶 逢雲的時候 老闆習慣住在店門口的桌頭 泡一瓦地 光夜的時候 甚至會開始唱歌 唱一隻萬南花 夫妻兩個人 一個夫妻殴奴 一個夫妻殲帶 我們看起來 無影漆漆和冰冰冰冰 店員的自己心內 主要一款的地味 小店跟愛情相關 都是需要盈心經營的 店等我 還有一間郵 兩個兄弟的 共同經營的小吃店 這間店門名字是在外面 連公司長台無懂小吃店 一人問 就看來店門外疲起來 《寶貝》 這位小店很可愛 叫著《寶貝》 老闆說在裡面 包這些電視 比較衛生 比較衛生 怎樣 我要奪一些 女兒 來,老闆 看你包我的口筋 跟著 加一塊 試一看 我又靠冰 靠冰 來,切一塊 我旁邊咬一塊 這樣 對嗎 好 沒關係 讓我放在這裡 你放在這裡 要...要什麼 你放在這裡看看 我來拿 什麼 我覺得... 我... 看起來很簡單 為什麼我捏下去 它要整... 這樣 哇 失敗 失敗 什麼 我這塊的 還有... 加到最麵 最包 你看 我做了一個燒賣 這個要跳好的架 來 我再看看 喔 捏一下 這樣 我再試一下 太多了嗎 沒關係 沒關係喔 為什麼你... 你那些青菜就要喝看 我... 會不會 這樣就... 這樣就... 真漂亮 老闆明顯像花瓶煮 你捏下去 你會很均勻 這樣... 這樣 喔 這樣 來 我再試一遍 對嗎 對 這樣就對了 但是太慢了 像我這樣包 像我這樣包 一個月沒有十碗 哈哈 變色 現包現煮 皮膚 料槌 肉真Q 口感香又甜 又油又滑 沾大冬火下去 先就一碗 等我吃的變色 變色一定就燙小吃 這次的味道和口感 都是最好的時候 這次的味道是變色 這次的味道是變色 這次的味道是甚麼 大家看看 很大顆 很大顆 你看 是太大了 非常大 裡面的肉很大 吃看看 很香 裡面的肉很香 它有特別的醬味在裡面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甚麼 這是大冬火變色 大冬火大家就知道 會忘記我 最初出名的 我們萬南風味的傳統的食者 好燙喔 但是太好了 因為火很柔 大冬是很Q 所以那些口感不是 油又柔 油又Q 然後那些香味 是北地的脆來的 過關那些 當外人家只要大冬火 大冬火 大冬火 但是這個 變色纏著的火 和上的這個味道都有 吃起來是一碗醬 對 還有這幾次 來當外人家吃米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體驗就是 當外的東西 覺得混亂說都很飽 是不是混亂都很飽 我覺得這個有跟我吃冷凍 變色加薄米 是今天的米是大皮 跟傳統的薄米不像 這間店裡面的焦肉薄米 我可以吃出幾十款的口味 這間店裡面的焦肉薄米 就是我家來的一碗 冬火薄米 我這個冬火薄米 可能以前有人想到 這邊的冬火薄米 不是沾普通的東西 但是在這間店裡面的冬火薄米 是四座的米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冬火薄米 可能就是蔥蠔油的冬火薄米 在這裡是說 把熱身醬下去做的冬火薄米 這個冬火薄米 這個冬火薄米 竟然是 太大冬火薄米 然後他們說 起來就馬上冬火薄米 沒有等的 我們冬火薄米 所以說 我根本不放冬火薄米 因為裡面的米薄太多了 吃冬火薄米一定會燙燒 趕緊去冬火 就可以拿著冬火薄米 讓米沖開很可能的結論就有了 這樣冬火薄米 就讓人讓米滑滴幾十隻 酒香才會浪 為了這塊米 收點自己開辦 米料加工的賞金 沒有對我消息 只共有自己的兩件店面 我吃一個裡面的東西 這應該是下骨肉 其實這樣吃 我覺得口感不是很豐富 我裡面的配料很多 所以你會覺得 胃口很好 因為總是有配料 我實在愛吃 你這樣一配的那些配料 我像是每個人愛的 那些比較香的配料 我吃這個龜白 因為我看幾乎每一碗 我看這個瓜麵裡面 都會有人沾這個龜白 比較小的時候 這個路邊的店裡面 滾的那個龜白 那個味道香… 很香 很酥 然後它有價錢 所以那個鮮的那個味 已經燙到這個龜白裡面 你看看這個肉用 嗯 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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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應該還有點蝦 綿綿的感覺 嗯 這肉用你不能看它 不是真的肉 其實它放在那個麵道 你吃幾乎的時候 如果是覺得有一點肉 可以吃這個 它的味道是很清淡的 它的大量是比較Q的 因為我本身是愛吃那個 比較暖的大量 它這個是… 比較Q的 比較香的 因為是要加的啦 他覺得這個很香真好料 所以說今天要來吃麵麵 之前我跟妳想說 是不是傳統的麵麵 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妳可以看出來 其實我們傳統的小家庭面 當然有些新的創新 新的無小款的想法在裡面 你看 這個料什麼都可以加 只要你愛 以前妳可以選 妳愛吃的料加在裡面 所以最近我 妳自己看起來有這個食慾 有這個胃口的麵麵 像我伯母 可以沖啟肉 濺乃 蒸過白 煎軟 麵和魚雞 香噸 窄長 長長長長 實在豐富口味大便 反而按照個臨的口味 隨意大乏 所以一定就没人到这个店 先找老板请来划算一下 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商店 这是我们老板 少许八百年左右 那早就开始做 是 那时候就有在开台 在当晚 在当晚老板提供标 所以是老店 那算是你开始团形这项 手机继续在做这个商店是吗 是 我们兄弟两个 兄弟两个 所以这个名字 卢聪义是你还是你 卢聪义是我 我们兄弟是卢聪智 所以是用你的名字来赴名 那时候我还没考虑 我们爸我妈他就是 5年 我比较后一时用这个名字 卢聪义是他 他们老北部地财经营的时候 就有大灯火 变湿 拌麵 和鹼饭四款 厢聪人的接受以后 不断的去胸致 豐富店内面的菜单 这时候发店价格做的东西 我看有这个紫色 这个隔腿 一些紫色 还有这个我们地贤白的 就是这个蒙红的 土豪拌面 土豪拌面 还有这个大灯火变湿 后面吃的是你们自己最咖喱的 不是 就是我跟我们兄弟 接受以后 这种东西才会比较多 比较多 拌麵一拌 我们万人的最坏就是 不就是拌一拌香油 不就是拌一拌香酒 怎么会想到做这准这种 厉害做的料理的这拌麵 我们那里建议的 是你那里建议的 是 因为他在那里 他比较最糟糕 大人有在建议 不然我们拌麵来做一个 比较有特色 所以我们开始有在拌香油 比较大 这时候有附近 还有一些资料 所以 小责 比较多 是 我现在来在谈的料 比如说这个粿白 还有这个资料的香草 是不是 还是当时要有的科路 较较较较较年轻人的口味 是啊 是不是 有这个科路在里面 就是说这种东西 价格就价格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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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后有一些料可能 人们不太爱 你可能会爱的 嗯 是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放弃它 然后 这些大家 大众 普遍 比较爱的 这些料 比较分对 比较分对 比较万能比较 是啊 是的 因为我觉得 老板是一个 很羨慕的人 说这准这些小账店 还是最有 有点名气 这些网顶 也知道是 网红的小账店 但是你一直在介绍的 家庭当中 还一直 说到你儿子 可以感受到 你儿子的感受到 感受到 而且你儿子是很羨慕 很尊重的 这点让我 这些感受非常亲 这位价格 30年的六店 在不是传统味噌的东西 他们这样 让自己的开车 为社会 现出一份爱心 老板看到店里有一个白虾 这个爱心参应店 这个是 我们店里做的 什么样的 吃饭 生活比较困难 对 是 所以可能 想让他们来 可以吃一碗热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 之前就是 两种特残就是 变成盘米 大蒸汽和 减饭 让他们更专注 这个是免费的 这个是免费的 就是说 其实有困难的 可以人来吃 吃吃米饭 好 其实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困难是一时的嘛 对不对 但是在人最困难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这样的一个爱心 一定会更有力量 所以我觉得 看起来这些白袜 感觉很温暖 烧滚滚的爱心参 是在温暖的 人甘气味 这时 爱心参应店的牌 已经掛到了在 露虫的 烧吃店 压麥的所在 那些两个 希望有能够 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感受到一分 有 但我味道的温暖 这是一间 古代味的小店 又是一间 有 人甘米的小店